高雄中旋有一名高二的学生 昨天和另外一名捷克级的高师大交换学生 相约到西子湾来细水 却因为不安当地的水性 再加上风浪过大 结果被长浪给卷走 消防局出动了直升机和十多名的搜救人员 持续在落水的海域找寻 家属也在岸边不断的交集呼喊 希望可以赶快救到落水的学生 搜救人员顶着大浪爬上椒岩 次处寻找落水雄中生的下落 虽然曾经一度发现了他的踪影 不过现场的风浪实在太大 要前往抢救时又早已经被大浪卷走 家属在岸边稍想祈祷 而再次回到现场的落水雄中生母亲 难过得连路都走不稳 需要旁人搀扶 已经焦急地等待了一天一夜 却还是没有发现儿子的下落 快上来了 即将升高三的中性雄中生 17号中午向家人表示要前往学校 之后却和另一名高师大捷克级的交换学生 相约前往汽水 还选择来到这片人烟罕至的水域 结果发生溺水的意外 目前搜救人员也出动了直升机和水上摩托车来回找寻 希望可以在海上变得更恶劣之前 尽快发现落水中性雄中生的下落 感谢观看